今天我們臺灣包括宜蘭、台中都有發生意外的事故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保重公共安全的和政府要的武器,執行去檢查 甚至我們現在20年的總統選舉 我也是建議說要有祥和氣氛,不要有對立的氣氛 不要用選票,你要投給什麼人就投給什麼人,不要有對立 這是我李社長從事媒體那麼久 現在就是今天剛好到佛物紀念館來,我做一個簡單的李社長的想像